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前方传来的消息是越来越糟糕 越来越糟糕 而此时呢 王乐太后却是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 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淋漓尽致的报复快感洋溢在她幸福的老脸上 王莽是在她有生之年崛起的 她多么希望活着看到王莽被造反兵砍成肉酱的那一天 看着王乐太后那副得意的样子 王莽真是缠不住气了 她将所有的王室外戚以及她的重要同党都喊来开会 赶紧商量对策 很快的 王莽就拿出了一套方案 一口气任命了七个司令 为了防止意外呢 他还规定 军队领导机构当中不得让关东人指挥当指挥官 因为前来攻打长安城的都是关东人 对王莽来说这些关东人呢 很不靠谱 王莽的指挥官都是关系人 但是他的兵种呢 却全是关东人 七个兵种组成了中央精锐兵团 向宅邺叛军的发起了反攻 接着王莽再度任命三个司令 各率部队守住三个地方 第一是寒谷关 第二是武关 第三就是晚县 要想破长安城 不是寒谷关就是武关 要想进武关必先过晚县 所以说这三个地方都是重中之重啊 想当初秦末战乱时代 高祖刘邦率兵西挺 走的就是从晚县进武关以后攻入咸阳的路线 相宇呢 却选择了破寒谷关 殊途同归 两条大路通长安 结果王莽守住两大关口 等于捏住了自己的命根 或许呢 情况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 我想这应该是王莽安慰自己的心理化 可是王莽错了 这个时候又有一个消息 犹如一块陨石从天而降 砸在了王莽的脚跟上 又有人反了 而且又是十万军队 后来这十万军 比前面宅以内十万更害 更可怕 因为这帮的造反兵不是关东人 而是来自长安附近的经济地区 这怎么回事啊 前方有人放火 后院有人拆墙 你这叫人怎么怎么 经济地区造反的头目有两个 一个叫赵鹏 一个叫霍鸿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 他们不但来路不明 而且还趁火打劫的家伙 赵鹏 霍鸿认为啊 汉朝的中央军都倾城而出对付翟一起了 如果他们就地起义攻入长安 哎 我们先得着 是不是 真可谓造反不可怕 就怕造反兵有文化 事实证明赵鹏和霍鸿的观点呢 是对的呀 他们的起义军一举拿下长安附近二十三个县 又斩杀西长安市民兵司令 一路向长安城攻去 惺惺之火可以燎原吧 何况赵鹏等人这烧的这把火啊 还是一把大火 大火逼近了长安城 火光映照着长安城里的未央功 无耻的王莽仿佛就在眼前 这回王莽可真急了 着急跳脚那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啊 这时候王莽又召急大伙开了一紧急会议 做出如下不熟 派魏魏和大轰炉率兵出城 攻击赵鹏造反兵团 派都齐位 这个齐都位啊 驻防长安城北 派城门校尉驻守长安城门 同时呢 皇宫家乡许落 作案这一切 王莽心里还是许 这时候这个天才的权术家突然想到一招 等死不行 送死不行 那不如去求老天爷帮帮忙 或许还有转机嘛 对不对 于是王莽就抱着三岁的皇太子刘英 率领百官 每天都跑着郊外皇家祖庙祈祷 就在祈祷会上的发布诏书 昭告天下 说他拼死拼活 不是为了自己当皇帝 而是保护皇家祖业 稳定压倒一切 王莽这招就是要先稳定天下骚动 同时呢 王莽还特意派人向全国各地传达 警告各军 不要乱动 皇帝还是刘英帝 安汉宫把回抢他的 退位四保 这是一条明智的退路 除此之外 王莽没有别的办法 但是就在王莽举目望的时候 前方啊 突然传来一条天大的好消息 汉朝中央军在陈流军遭遇宅役起军 并且一举击败对方 宅役被捕 已经无马分尸 刘信逃亡不知所踪 哎呀 汉朝中央军干掉宅役以后 吊军回头 直奔赵鹏等另外一支造反军 王莽已经派出一支军队前往招呼招鹏了 当中央军赶到的时候 汉朝两支正规军形成前后合计之士 一下子把赵鹏造反命令给夹死了 两个月以后啊 汉军消灭其一军 各军县治安秩序陆续的恢复 这王莽啊 仿佛是做了一场梦啊 曾经要崩溃要发疯的他 突然之间就信心满满了 他十分得意的认识到了 起军是不足据的 王莽还是很强悍的 汉朝就像是他手心里的猎物 自要说他不放手 谁也别想来抢走他 于是王莽疯狂反扑 首先他派人到摘役故乡 把摘役老爹及倒霉的前丞相 宅方进坟墓以及祖宗坟墓 全给挖了 诸三足 然后下来 把宅以及赵鹏两只起义叛军的尸体 全部搬到路边上插着木牌子 警告造反者 不到好死 终于出了胸口的恶气 这个时候王莽突然想起了 之前起兵的时候 不还有个幸灾乐祸的王太后吗 老太后可能认为王莽活过几年了 没想到今天会是这样一个结果 哎 隔岸观火那也是要付出代价的 王莽决定整整王太后 这事儿各郡不断的有祥瑞包来 重要的是什么有石牛啊 鲜石啊这两样 王莽叫人家把这两个东西运往长安 然后呢 他就给王太后啊 上了一道奏 奏书很长 咱们不再赘述 大约意思就是 自起军被灭以后 汉朝到处都有祥瑞出现 都是冲着他安汉宫来的 天一当前 他怎么能违抗呢 所以从此之后 不再用摄政称号 我的所作所为 可以跟周朝的周公来媲美了 所以 汉朝政权先用我来打理 等到刘英满二十举行家官礼的时候 哎 我在原样还他就是了 王莽这刀呢 可是顶着王太后脖子上了 这备事件还没完呢 不久又有满天的祥瑞纷纷冒出 哎呀 这个时候所谓的祥瑞 就又更露骨了 都是公开说 哎呀这个上天哪 受益要王莽当皇的 于是王莽把收集来的各种真真假假的 祥瑞派人的交给王太后过目 并且毫不隐晦的告诉老太婆子 王莽要当皇的了 这事铁定的 您看这事怎么办 王莽太后这回可是彻底沉默了 天要打雷 王莽要当皇帝 那我能怎么办 什么办法没有 王莽太后只能同意 公元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一大早 王莽先去高祖刘邦庙前祭祀 举行皇帝加冕礼 带上王冠接着回到魏阳公 发布以下文高 大义是这样的 一直以来啊 汉朝发生的各种祥瑞 都是神灵们以特殊的方式 要把天下全数托付给我王莽 在这些灵类中啊 就有高祖刘邦 哎 在天意面前呢 我怎么能违背呢 所以我决定于十二月一日 正式登基建立新王朝 哎 这就是传说当中的善让 善让的核心技术 无非两样 民意于利贤 多少年来王莽兢兢业业 无非就是为制造自己贤能的表象 与收集对自己有利的民意而活 而他的终极目的 就是为了今天所谓的善让 善让在儒家思想里 是最理想的政治模式 自孔子以来的儒家知识分子 都特别推崇尧顺这两个 善让制度的发明人和继承人 儒家为什么推崇善让制度 他们从来就坚定了认为 皇权是公共权利 应该属于智世之能臣 而不是一家一性之私有产 王莽是儒家大使 他不但继承了儒家的核心思想 而且身体力行为去推广 儒家政治思想 竟然还成了儒家 实现其理想的第一人 再了解到这一点 我们就可以看 王莽并不仅仅是一个 无耻的权术家 在骨子里 那是天下最伟大的 思想家和政治家 一个为伟大 理想而不择手段的人 不能在他身上套上 道德的咒语 所以王莽又认为 王太后要支持他 而不是一味的顽固 不是实物 王太后表面上 同意王莽当皇帝 但是他手里 还握有一件 很重要的东西 王莽伸手跟他要 老人家就是不给 那东西太重要了 如果没有他 王莽应该只能当假皇帝 其实那玩意点也不是神秘 咱们都听说过 皇帝的玉玺 曾记否当年刘邦入咸阳 亲王子营献出 秦始皇使用的玉玺 后来刘邦当了皇帝 急用其喜 并把他当成了国宝 代代相传 就传到了王太后手里 这不是 王莽设政 汉朝魏力皇帝 王太后暂时贷款 现在汉朝都亡了 国喜当然要交出来了 王太后不想交 王莽当然可以抢 但不能自己来抢 那么派谁去抢比较好 王莽立即想到那人 这人就是王莽的堂弟王舜 一直以来啊 王舜都是王莽和王太后 打交道的中间人 王莽之所以选择他 是因为王太后 特别喜欢王舜 对他也绝对信任 但是这一次王太后 终于把王舜看透了 当王舜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 他就知道他为什么而来了 但是王老太后啊 什么都没说 就等王舜开口了 然而王舜一开口 索摇欲洗 王太后一听 破口大巴 你们这帮忘恩负义的家伙 享受着我汉家的恩惠 还要做出如此无耻的行为 抢夺政权 这种人呢 就算死了 猪狗都不愿意来看你们的尸体 王舜呢 没有反驳 只是安静的听着 王太后接着骂 啊 王莽都建新王朝了 国家立法制度都改头换面了 为什么还要索要一小小的玉洗 自己刻一个就得了吗 王太后骂的点子声 王莽想刻玉洗多少都不是问题 可是王莽却不找人刻印 这是为什么呀 事实上啊 如果能刻张 唉 王莽就不会麻烦王水了 问题是皇帝玉洗不能随便刻呀 那不是说我自己刻个什么什么章就代表我 很简单 王莽的新王朝不是抢来的 而是通过善让得来的 那既然是让的 你玉洗也得让嘛 对不对 如果不交那善让不就成假的了吗 所以无论如何 王莽都必须哄王老太后把玉洗交给他们啊 但是看王太后这脸色 王顺想哄人 那是胡扯了 这王太后好像还骂得不过瘾 最后又泡了个狠话 我告诉你们 只要有我老太婆的一口气在你们就别想打玉洗的主意 我是一老寡妇 我就算没力气 可谁要来抢我东西 我可跟她拼命 我就是要让玉洗 陪我埋入土里 我也不会交给你们这帮烂人 王太后骂完 痛哭流涕啊 活了将近八十岁 老太婆子从来没这么伤心欲绝过 旁边侍从看着都陪着 啪哒啪哒掉眼泪 此时沉默良久的王顺也伏地嗷嗷的哭起来了 哎呀 这王顺哭得比王太后还惨 仿佛不是他来抢人家东西 人家抢他东西似的 王顺哭一阵 停一阵 又哭一阵 跟天上的雨是哗啦啦的 没道理就在这下 王顺哭完 抬起哭肿的眼睛对王太后说 王太后 您骂得对 骂得我无话可说 但是王王一定要您 把您这个玉洗的弄到手 不然绝不罢休 在这里我只想善意地告诉王太后 您有能力 只这样跟王王干到底吗 看着悲伤诚恳的王顺呢 激动的王太后 突然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是啊 她就是一老婆子呀 骂骂人过个嘴瘾就行了 真要把王王逼急了 她还不知道怎么死的呢 哎呀 一想到这儿王太后的眼泪又出来了 她从怀里掏出一气 啪摔在王顺面前的地上 说我都是快要死的人了 我也没机会看到你们兄弟俩被砍头那天了 如果你觉得这东西不是个祸害 你大胆就把它拿走吧 王顺默默地从地上捡起了玉洗 轻轻地走了 正如他轻轻地来 王顺以无比沉重的心情 把玉洗交给王莽 王莽的脸上跟快乐海洋似的 洋溢着兴奋的浪花 王莽仿佛看到 暮日已经落山 明天早晨照耀天下的将是一轮崭新的 充满朝气的红日 自刘邦开国以来 汉朝立国有215年 200多年的江山基业就这样 无声无息莫名其妙地 落入了儒家实践家王莽手里边 在儒家四项集团里 王莽是一点型的激进主义者 这个早年丧父孤注无力的穷家子弟 几十年如一日忍辱负重 玩弄权术 为了不就是这么一天 他的这一天就是光耀儒家思想 用双手去完成儒家眼里的理想国 或许在他看来 汉朝就像是一艘在大海上 漂泊多年的大船 现在却突然间陷入泥潭了 王莽作为帝国的新舵手 首先就是开拓新航向 实向理想的避寒 于是王莽一上台 就着手社会政治改革了 人世间所有事业 都是思想在前行动在后 所以要了解王莽的改革行动 就必须了解他左右大脑里边 那个思想就是儒家信念 先秦时代百家争鸣 中国历史上出现 第一个思想的黄金时代 但是在那个思想大碰撞的时代 最后成为社会主流的只有四家 分别是儒道法末 在这四大家当中 道家是顿时主义者 认为世界太乱了 人心太坏了 人要拯救世界 必须先都拯救自己的内心开始 人拯救自我 必须逃出纷乱的时事 寻找古人的足迹 去江湖逍遥去 墨家则认为呢 世界太乱了 主要是因为缺少爱 所以大家要兼爱 为了兼爱 墨家信徒从来是 严于律己 宽于待人 典型的苦行僧主义者 所以墨家总是努力工作 以这个大宇为榜样 为了拯救天下苍生 辛苦我一个 幸福千万就爱 然而儒家则认为 世界太乱了 主要是缺两人东西 一个是人 一个是义 如果天下君主都推行仁义政治 春秋五霸 就不会为了地盘打来打去 战国更不会为了欺诈 详尽人间一切诡计 那怎么样才能实现人证呢 儒家又认为了 这个应该学习古人 特别是姚顺 如果想过上好日子 当然回到西州时代更好 在综上所说 我们发现 儒道末三家 全都是以学习古人为荣 以学习今日为耻的 但是法家不一样 法家思想者 就像思想江湖里的 一个一类建设 横空出世 提出意义上 三家截然相反的思想 法家认为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 政治和思想 更有一代人的生活态度 我们今天的人 想要过得幸福 眼睛就得往前看 哪有往后瞅的道理呢 这种积极往前看的思想 我们称之为 与时俱进 这个与时俱进 思想的极大成者 就是韩非子 可是思想活泼 英字勃发的秦始皇 以法家为立国之本 最后怎么样了呢 竟然只坚持了15年 汉朝立国以后 刘邦对法家不太感冒 为了国家常治久安 刘邦决定采取 折中主义 采取外入内法的 治国理念 事实证明 这个理念是很靠谱的 汉朝坚持200来年 比秦始皇的秦朝 长命多了 现在王王认为 汉朝只坚持了200来年 就崩了 时间还是太短 因为周朝的立国 倒崩溃总共800来年 所以要想国家命运长久 那还是得向周朝学习 于是这种 向周看齐的思想 让王王的一系列改革 都蒙上了复古的色彩 这国家呀 就像是人 都要往前赶路的 如果眼上朝后看 双脚往前走 那终于一天是会摔倒的 很不幸王王复古改革运动当中 因为赶路太急 最后也倒得太快 一头扎在悬崖里边 一去不复返了 那么王王新的 包含哪些内容呢 我们简单的先数一数 第一就是改换 政府机构名称 那比如说大私农 就是农业部嘛 改名为西河 后来又改为纳严 少府 就是宫廷供应部部长 改名为公公 你一扎一看 还以为是撞天的公公回来了 这改名反正 基本上是参照周朝的制度 改完了官员改地名 有些地名叫了上百年 大伙子都熟悉了 但是王王却不爽 必须要改 就改为古名 最可怕的是什么呢 你改也不要紧 这改名没什么规矩可讲 王王想到哪就改到哪 同一个地名 今天叫张三村 明天叫李四村 后天叫王王麻子村 来回的换 于是弄到最后 老百姓都不知道 我到底住哪个村 我不太清楚 国家下发到某地公文 在新名的后边 必须打括号 原来这地方叫什么名 这改名是小可 凡人是大呀 但是王王改的不亦乐乎 你有什么办法 这是第一 第二就是进行土地改革 王王的土地改革 就是恢复古人的景田制 在汉朝 土地呢 是可以任意买卖的 于是呢 许多豪强大量的圈地 成了名副其实大地主 但是现在王王却瞎找宣布 不行 所有土地 必须归为国有 重新分配 按照规定 一个成年男子 一人将分得一百亩土地 如果一家人丁不超八口 而田地超过九百亩 应该自动把超过之数的 分割给族人 邻居或者是同村的亲友 在汉朝 那些将土地卖光的人 没地方可去 可卖身为奴 以此为生 但是王莽又出新规定 奴隶婢女 跟国家土地一样 不得自用卖卖 王莽这招太狠了 他得罪了大部分人的利益 首先是大地主的利益 这些人的祖宗 很多年前 可能都是穷光蛋 经过几代人的奋斗 好不容易翻身 当了地主了 竟然一夜之间 什么都没有了 你说他们能跟王莽过得去吗 再次就是那些的奴隶和婢女 在汉朝 当农民是很不容易的呀 一年要缴三十分之一的税 可是遇上战争时代 国家没钱 就拼命从他们身上抽税 甚至高达十分之五 一半挣十分钱给五块 累死累活 种出来庄稼不够吃 有一半拿走被别人吃 你说这活能有什么前途 于是乎呢 有人就想逃税 要想逃税就得变败土地 这样能赚的钱 然后再将自己卖给别人为奴 鲁迅先生曾经说 中国古代相来只有两种心态 一种是坐稳了奴隶的时代 一种是连奴隶都做不得的时代 殊不知人都活不下去了 有奴隶做 狗活下去 总比没得活的奴隶要强得多了 王莽却说 不行 奴隶婢女不得随意买卖 如果家里有人生病了 没钱就知 怎么办 变卖家产 可是他们一无所有了 还不能卖身为奴 能不能够阻死了 他们唯一的生财之路 所以啊 这叫光脚不怕穿心 王莽得罪这些光脚的 他们无业无家的在社会上流浪的 可是很危险的事啊 这个道理 王莽开始不懂 政策实施一年以后 社会越来越不稳定 王莽只好宣布 废除奴隶 不得自由买卖的条例 可那个时候 一切都完了 那么除了以上两条之外 王莽还有哪一些新政的改革呢 货币改革 这也挺有意思 在汉朝呢 一般流行的货币是什么 五珠钱 王莽啊 实施货币改革以后 一小一大 一轻换重 所住的这个大钱 重不过十二珠 只相当于五珠钱的2.4倍重量 但是呢 需要当五珠钱的50枚来使用 也就是说原来可能 咱们拿现在类比一下 说这一块钱 换十个一角钱 是不是 然后呢 王莽一改革了呢 要求两块钱换50个一毛钱 这就这个要求 这很明显的 货币比值失衡 这不合理啊 这很多人当然就不认账 于是乎呢 有人就想到了 那咱们倒住一点 于是乎这个事就履禁不值了 更可怕的还在后边 往往呢 推行着货币啊 特别的多 总共是六种 什么呢 分别是金币 银币 龟币 就是乌龟壳啊 贝币 贝壳 钱币 布币 在这些币种当中 你像龟币了 贝币了 这都是上古用的玩意儿了 老早就不用了 更让汉朝人受不了的是 这六类货币 总共有28种分值 你这玩意儿啊 一般数学像我这不好的 这跟算不过来 这种类烦多 让人无不头昏脑账的 更更讨厌的是呢 货值变来变去 今天的一倍币换 八个钱币 明天换十六 大后天换回俩的 年终扰乱金融市场 王莽新的货币政策之后啊 其实不过就是自讨苦吃 果不其然 后来汉朝人呢 都说还是五珠钱好使 私下里边呢 还是用这旧钱来交易 不认王莽这新的货币政策 王莽最后也没辙了 只好废除了 规币 被币和布币 但是呢 还不管用 那就是盛金铃铜三种了嘛 不管用那么办 汉朝经济已经被他搞乱了 一切都不可收拾了 来日第三第四 他还推行了建立市场行政机构 干预市场经济的 这么一个政策 安洛阳的五大城市设立物资调节官 就是五军私事 和经济官叫潜伏官 物资调节官就是 我们所谓的五军私事啊 是在每季的第二个月 也就是二月五月八月十一月 对物价做一个评估 定出上中下三等价钱 保持市场稳定 在民间呢 如果有卖不出去的粮食不平等东西 物资调节官调查核实以后 可由国家按照成本来收购 一旦物价上涨 超过市价十分之一以上 那么物资调节官就用平定的价钱呢 来卖出 如果说物价低于平定价格 人民呢就可以自由买卖的 老百姓如果说缺乏资金 可以向经济官申请贷款 每个月呢 利息是3% 除此以外 网网还出台了保证下岗工人 享受国家福利 以及在就业等政策 仅就此点而论啊 他出发点是好的 但是问题是呢 他用人不当情况很糟糕 于是乎好事办成坏事 其实我们两千年多年以后啊 再来看网网这一套改革 一点都不陌生 因为有一些政策 我们也确实呢 曾经使用过 甚至现在还在使用 那于是乎呢 有人给网网戴了一个高帽子 说两千年前 网网实施的政治理想是 网网是社会主义改革 但其实呢 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 失败的国家蓝图神大师 那土地和奴隶 不得自由买卖 得罪了大地主和贫穷 没有生活出轮的农民 失败了货币政策 又得罪了大量市民 国家对经济市值干预呢 又得罪了大量的城市商人 所以从上到驾 除了他自己 他不该得罪的 全给得罪了 他跟汉朝制度过不去 跟皇族过不去 跟各级官吏过不去 跟商人过不去 更是跟广大的农民过不去 如果非要用一个词 来形容网网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管他叫 全民公敌